然后咱们接着来往下去说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我先给大家来去说 现在还我来看一下咱们接下来我要讲另外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刚才是不是说指定了一个指定了一个指标 在当前的一个指标下咱们去做逻辑回归 比如说指定了一个预值 然后咱们做逻辑回归得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就算它的一个领靠值 但是大家来想一想 现在我能不能够使得咱们的一个模型的评估标准 我人为的控制一下 这回咱们就又要回到SIGMOD函数了 咱们来往前找一找 咱们又要回到这里了 之前是为大家说过了一下 比如说咱们一个点 这个点等于0.7 我说这个0.7它是大于0.5的 然后让它等于1这个类别 然后这边有个点 0.4它是小于0.5的 我说它等于0这个类别 我能不能通过一个改变 我说一下现在你0.5是谁定的 0.5好像是系统默认的是吧 就拿0.5当成一个平均值 我能不能把0.5人为的做一些变化 肯定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现在我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假设说我在这再画一条横线 这条线是等于0.6的 我让咱们模型一个标准更严格一些 只有说大于0.6的 我才给它预测成正义 比如说这块还是等于0.7 0.7它大于0.6 我才能给它预测成是一个正义 假设说这块有个0.5 这个0.5它是小于0.6的 我们给它预测成0这个样本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预测的结果来去看一下 咱们当前最终的一个模型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其实它是人为可控的 我们可以自己的设置一些预值 刚才等于0.5 现在等于0.6 这个值咱们通常管它叫做一个预值 我们可以自己设置这样一个预值来去衡量一下 什么样的值 它大于这个值才是正义 小于这个值才是0 那么如果这个值越高相当于什么 我们看 如果说咱们现在给它提升到0.9 让它大于0.9的才能当成是一个欺诈样本 是不是说咱们筛选的更严格一些了 只有那些非常具备异常可能性的 我们才把它当成是一个异常的 那么给它放低一些相当于什么 给它放低一些 是不是说咱们有一种像是宁肯错杀一万 也不肯放过一个的感觉 对于一个样本来说了 不管它的一个预测值是什么样 我们直接就给它 比方说它只要大于0.1 我们就给它预测成一个 预测成一个异常的了 这里就是说咱们可以自己设置这样一个预值 设置这样一个力度来去区分一下 咱们的一个正样本和负样本 再通过咱们来画这个图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这有个threadhold threadhold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0.5,0.6,0.9,0.1那些值 它们就是一个threadhold的 在逻辑回归当中 我们也可以人为的指定这样一个预值 咱们先来看一下代码 在代码里边我们来找一下 这块其实预测的东西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我们之前 我找一下之前的一个预测值 之前咱们来看 咱们用逻辑回归是怎么样预测的 用这个LR逻辑回归的模型 直接delproduct一下 直接delproduct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预测的值 它是0还是1 现在我变了 我不是一个product了 我们看现在什么 现在是一个product 然后-probability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拿的是另外一个函数了 咱们之前的一个预测 相当于直接预测一个类别值 我现在的一个预测 相当于是我要预测出来这样一个概率值 在有了一个概率值之后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概率值跟咱们刚才指定出来的 这个threadhose的这一系列的预测 我进行一个比较了 比如说在这里指定了这样一个list 一个threadhose的list 里边有这样一个0.1 0.2 一直到0.3 然后一直到0.9 就是把基本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指定了这样一个画图域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在这里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预值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咱们就直接拿这个图来给大家说这个结果 咱们先来说一下 就是说随着threadhose的一个变化 它的record的一个变化 在这里我们是计算了很多个record值 很多个record值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threadhose的是从0.1开始一直到0.9的 第一个这个1.0 对应这一个threadhose的 它是等于0.1的 也就是说 咱们宁肯错杀1万 也不肯放过一个的时候 它的record值必然很高 咱们threadhose的很小的时候 它的record值肯定会很高的 那么随着咱们预值的一个上升 咱们的一个record值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了 record值现在下降的非常快 现在record值最终下降到了一个0.57 也就是说随着咱们预值的一个上升 它的一个record值是发生一些变化的 咱们的一个threadhose的它比较低的时候 record值相对来说是较高一些 咱们threadhose的值相对较低 相对较高的时候 它的record值肯定就会较低一些的 咱们下面就拿这个图一个一个图的来去看一下 在这里就是给大家画了一下 对于不同的一个预值 它的一个混淆矩阵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个0.1 在这个0.1里边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true part of 就是这个147这个值 我们看它的一个精度是不是147 主上一个147加上0 也就是说对应于当前死亡后的所有的一个异常样本 我都给它检测到了 但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上面这个149 这个149相当于什么 这个149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它是一个误杀值 那对于这个误杀来说 它是不是把所有的物形都误杀了 我们看有这个0这块等于几 预测成0了 都是0 没有预测成0的 所以说当这个死亡后的值 它很低的时候 会使得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一个 咱们要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样本 在这里呢 目标样本就是咱们的一个异常样本 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了一个异常样本 虽然说recall值很低 但是精度很 虽然说这个recall值很高 但是呢 这个精度很低吧 咱们在评估一个模型的时候 不光要单从一个层面上进行一个评估 我们要多层面的考虑一些其他的评估方法 然后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咱们要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去出发吧 在一个实际的角度上 你不可能把所有样本都预测成是一个异常样本吧 随着死亡后的增大 咱们再来看 死亡后的大于0.2 大于0.3 大于0.4 我们来看 等于0.2和等于0.3的时候 随着咱们死亡后的这个上升 它的一个效果没有发生一个太大的变化吧 recall值基本上都是满的 然后呢 精度值还是很低的 但是呢 当这个随后的值啊 大于等于0.4的时候 它发生一些变化 大于等于0.4的时候 我们来看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样本 比方说这个2 这个2表示这 有两个样本 咱们没有检测到吧 那么上面还有一个49 上面这个49 就是说 这49啊 它都是一个正常的 也把它当成是了一个正常的 然后呢 这块还有一个100 这个100 就是说 咱们有一个误杀吧 随着咱们死亡后的一个上升 是不是 发生了一些现象啊 有一些样本 咱们检测不到了 这两个样本本来是异常的 然后我检测不到了 然后呢 上面误杀的减小一些吧 之前是全误杀 现在误杀只有100个了吧 然后啊 随着咱们再看 再上升 大于0.5 大于0.6 随着这个预值上升啊 其实这个趋势 大家已经能够看出来了 这个趋势啊 是不是说 随着咱们预值上升 咱们的一个record 不断降低啊 这块是10个没有找到 这块是17个没有找到 但是呢 随着它的上升啊 咱们的一个 误杀是不是越少了 也就是说 随着随着后的上升 它这个精度是偏高的一些吧 但是呢 咱们来看 咱们就拿这0.9来说吧 咱们能够使得 这个东西设成太大吗 设成太大也不行吧 设成太大之后啊 要求太严了 有一些就检测不到了 我们看 这个时候 record值可能就偏低了 可能只有60%吧 就63个以上样子 就没有检测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精度啊 其实也是偏低一些 0.8可能稍好一些 0.7也稍好一些 0.6和0.5这块 看起来比较不错吧 也就是说啊 在咱们实际的一个啊 用逻辑回归进行一个建模工作的时候啊 我们也需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一下这个预值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定 比如说啊 你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说给你限定了你的一个误杀率不能高于这个10%啊 或者说不能高于20%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咱们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去选择这些参数啊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给你个我给你个需求啊 recar你要过大于80% 然后精度大于90%或者说我啊一系列指标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选一下啊 什么样的spyhold的配合一个什么样的参数能够使得你的一个模型 它是合乎标准的 那么就可以了